大家好,我是想去做和尚,本科没有上,方丈偏不让,只能回家讲电影的林格 今天给大家带来,男子在金钱中迷失自我,罔顾他人性命,不知生命可贵,最终一步步走向深渊的故事 这是你的死亡,咱们的男主小豪是只要有钱啥都做,名副其实的守财奴 他原先是综艺节目嫁给土豪的主持人 到了最后环节,中评委选出美女冠军,怎料美女季军沉不住气 既然不能嫁给土豪,那就直接一枪击毙土豪 然而,他随之也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尽管小豪在现场尽力保护身边的参赛选手,取得了不错的名声 但这个节目算是毁了,他一时间找不到任何新工作 而他所在公司的策划部却决定,趁着如今小豪热度不减 让他重新开播一档实时版真人自杀秀 一开始小豪内心是拒绝的,只要是对他人性命的轻视迫于生计 他还有个患病的妹妹需要前来维持治疗 最终,金钱大于理性,他说服了自己决定主持这档节目 我只是在唤醒大众对生命的尊重,这并没有错 接下来,节目通过投放巨额资金,吸引无数为现实所逼 有了亲生念头的人前来报名 很快的,节目选中一位女性直播自杀 她是被家暴的妻子,是亲眼看着自己女儿被爸爸性侵 却无能为力的母亲,她亲手了结了自己的丈夫 并以直播自杀为女儿获得足够的钱上大学 节目一经播出吸引了无数眼球 消耗再次占据了头条热脸 网络上人们对他褒贬不一 但却无疑将节目推到了新的高度 而与此同时,报名参加的人与日俱增 在节目中近战人生白探 自杀者的人生轨迹不同 唯一相同的就是来到这里 结束自己眼中微不足道的生命 随着节目大火 观众的练习心理越来越难以满足 多少种不同的死法都让他们觉得毫无经意 对此,节目组策划出一系列丧心病狂的节目效果 更是推出全民参与投票 选出你最喜欢的死法 这一切都只为提高收视率赚取更多收益 而作为主持人的小豪也变得冷血无情 是人命如草剑 连以往跟他最亲近的妹妹都跟他断绝了联系 在一次节目中 一位自杀者在车内不断注入一氧化碳 想通过中毒结束自己的性命 可因车内一氧化碳浓度过高 无法看清自杀者的痛苦与煎熬 小豪为了不让观众失去热情 只好做出假特效挽留观众 可当他来到后台时 发现自杀者还活着 甚至有了强烈的求生欲望想要逃出来 人没死还有什么看法 小豪剑子不仅没有施救 还把自杀者重新推回车内 想让人死得透透的 这才对得起观众 死亡仪式怎么能破坏呢 这操作可把小伙伴们都吓坏了 可不管小豪都这么对得起观众了 观众还是不买节目的账 没意思 不想看了 很快节目就到了最后一期 小豪将节目最高奖金提至100万美金 并请来三位自杀者 第一位日本选手选择了日本最传统的死法 切腹自尽 观众意犹未尽之时 第二位选手上场了 小豪一看就杀影了 这是他的妹妹啊 原来妹妹实在不忍心 看着自己的哥哥一步步走向泥沼 他想以自己的死换回哥哥的良知 小豪慌神了 拼了命的跑向后台 但事已至此 早就没有办法挽回了 他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妹妹死在自己的眼前 台下一阵欢呼 只有小豪一人泪流满面 妹妹死后 第三位参与者上台 他是一位失败的父亲 找不到工作养不起孩子 孩子身患残疾 身为父亲却没有钱给他医治 他幻想自己全身绑满炸弹被炸得粉碎 这样他的孩子就有钱去治病了 这是他唯一可以为他们做的 可是他一直抓着按钮 却迟迟下不了决心 最终他倒立崩溃大户 他其实一点都不想死的 他想陪着孩子 看着他们长大 能不死为什么要死呢 他的反应令在场所有人动容 是啊 生命是可贵的 若不是走投无路 谁又想草草结束这一生呢 这一刻人们才真正明白生命的真正意义 而此时 小豪也因为先前害死参与者一世暴露被捕 这个荒唐的故事就此告终 全面以娱乐的综艺形式表达仇恶人性 将科技时代人们日渐冰冷的内心暴露无遗 无数的人在纸醉金迷中迷失与放纵 他们似乎都忘记了自己最初的样子 他告诉我们 生命是永远不能被金钱替代的 而人性也是最难经得住考验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的小伙子